如何训练睛毛犬 苏鹏 职业兽医师 犬猫皮肤病 神经内科专科医生 睛毛犬是属于智商比较高的一类群种 智商相当于六七岁的小孩 训练睛毛犬的行为习惯 比如跟随主人 右侧 行走 不乱跑 定点的大小便 坐下 握手 这些基本动作 一般都是比较无意的 唯一有一个注意的就是 当你在发出指令的时候 等金毛做到这个指令的时候 一定要给他们一些 连持的一些奖励或者一些抚摸 赞运他们 让他们形成条件反射 也不要轻易的去更改指令 或者以坐下为例 比如主人拿着吃的东西在手里面 以握手 或者是做一个手势 口头说坐下 在给狗狗试声秘密的时候 也要注意 声音一定要清楚 这样狗狗才能够更加清楚地去明白 准备意思 然后等狗狗做到之后 也需要给狗狗一些奖励 来多多次之后 狗狗也会形成条件反射 继续这些动作 狗狗 torment 이러 mill视频 或者是 IoT